嗨! 谢谢你收看好总监虾谈 我是David 三月的好威新闻 我为你选了三篇最近看到 比较有趣的威斯基新闻 都是我认为觉得好玩的 那我整理、翻译 跟同学们来做分享跟报告 同学们应该都知道 威斯基是我的兴趣 它不是工作 那因为大家支持 我们每个礼拜都是要 定期的找时间 准备资料来拍片 所以麻烦你呢 可以透过影片的按赞、订阅、按小铃铛 来开小铃铛来支持我们 对我们来想真的是很有帮助的 谢谢你 首先我们来分享这个BBR 就是英国具有历史地位的独立装品厂 BBR Berry Bros & Butt 最近有了新的烈酒部展人 他们说 Spirit Curator Felix Thier 他是从先前的这个烈酒库管理人 Johnny McMillan先生接手 Felix先前在英国威斯基网站 Master of Malt母公司 工作 然后负责国际烈酒的这个采购 那接手BBR的工作呢 他最近跟威斯基杂志分享了一些 他对BBR 独立装品厂接下来一些调整 他说除了提供知名的经典酒厂的 精选的装品之外呢 他们也会开始往新世界 新一代的酒厂 去选一些装筒 然后他还提到说 虽然跟很多独立装品厂一样 好的酒桶是越来越能找 那价格也越来越贵 不过他认为BBR永久的这个品牌历史 还有知名度 还有本身这个公司 今年326岁 从1910年就开始贩售威斯基 他有跟很多酒厂长期良好的关系 或者是他们的品牌力 都可以让BBR还是持续拿到好的酒桶 那当然除了新世界的酒厂之外呢 列酒的这个部分 也会有更多的兰姆酒 甘义 白兰蒂 可以感觉到这都符合现在的这个趋势 威斯基杂志记者 问他的梦想系列会是什么 他说呢 会是日本威斯基 近年来的这些精致的这个酒厂的系列 以及爱尔兰威斯基 就是这个尤其是单衣湖 single pot 威斯基 这个部分的一个算是系列 那他还分享说呢 今年4月BBR 他会在伦敦的Saint James Street Saint James街 开一间专攻烈酒的新店 不像有葡萄酒 还有其他的酒 计划要到英国的同好们 可以去住一下这个新的这个 BBR的这个烈酒专卖店 接下来的这篇报告来自于BBC 就今年5月底 有计划要去爱雷岛参加每年的这个 I Love Festival 爱雷岛嘉宁华的同好们要注意 因为嘉宁华的主办单位有反应 很多人其实都订不到 从苏格兰本岛到爱雷岛的这个 游轮的这个船票 那你没有票就到不了 或是你坐飞机 不过也要买票 那所以就是会让他们没有办法 在开始之前抵达 或者是呢 就算有买到票 没有办法买到可以带交通工具的票 也就代表说 他们去到那个地方 交通也会有困难在岛上 那主办单位今年2月呢 就有开始跟游轮公司沟通 不过游轮公司说是因为船只不够 没有办法再加开班次 I Love Festival爱雷岛的这个嘉宁华呢 近年来每年都有差不多1万5千人参加 然后45%的游客呢 是来自于英格兰 剩下的呢 就是来自于欧洲 美国还有亚洲 当然也有台湾 那这个从1986年就开始的这个活动呢 根据主办单位每年带给爱雷岛当地 大概1000万英镑的这个收入 岛上的酒厂反映说 因为近年来越来越多 威士忌爱好者来自于全世界 到岛上去朝圣 要是游轮的状况没有办法改善 可能会很大影响到他们的观光 然后呢 明年预计会有新的船只加入服务 不过够不够还要有待观察 所以最近期有要计划到爱雷岛的同学们 要注意要先订票 不要到时候也没有办法买票 而带来不必要的困扰 接下来我们讲一个 我个人蛮有感觉的一个新闻 然后加拿大有一位威士忌爱好者 他的名字叫做Raymond Martinelli 那他在2021年疫情期间 就想说怎么样可以让大家持续的凝聚 聚集可以为了威士忌 同好们来还有社区 也为社区尽一份心力 所以他就开始举办 线上的这个品酒会 然后呢 他这个品酒组除了有六瓶 这个分享瓶 威士忌的分享瓶之外 还有当地餐饮的一些产品 一起来卖 那支持这些餐饮的一些公司 走过疫情的时间 除了这样他们还拨出部分的收入 捐给当地的私物银行 工艺团体来做使用 那至今已经捐出超过28万台币的捐款 想到我们在2021年疫情的时间 也有跟百富布莱迪 Paul John 还有Waterford 几个威士忌品牌 合作了一系列的这个工艺 线上威士忌品酒会 让同好们跟品牌 在那段时间还是可以继续的 举办线上品酒会 然后呢 我们那时候也将收的这个金额捐给 位于钢山的这个 将爱家园工艺团体 当时捐出的这个款项 同好们的爱心 也超过了10万台币 我们跟这些品牌 一些合作的一些酒品牌 都觉得很棒 伙伴们觉得说 没有想到我们办品酒会 还可以同时做工艺 可惜啊 因为办品酒会真的太累了 这种线上我觉得比线下更累 疫情结束之后解封 我们就没有再办下去了 不过 我就会看到这个新闻 就让我想说 也许现在办 虽然在办线上品酒会 蛮大的工程 不过 还是有额外的这种不同的 这个体验 那有很多人说 比如说不用出门啊 不用考虑到交通的问题啊 家里面很舒服啊 喝一喝就可以去睡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 加拿大这个威士忌俱乐部 让我们想到 其实也许在台湾 我们也是可以 还是有线上威士忌社团举办 但是有在办 那你说有在办 我们不知道 麻烦也在留言 让我们知道 要是有同好想要更多认识 加拿大这个威士忌俱乐部 麻烦可以到他们的网站 smwe.ca 了解更多这个社团在做的事情 接下来我们来为同好们 评一两支 我们在二月份收到这个样品 那这个是这个 印度的这个亚木特 Root 他们的这个 两支算是新的 算是比较特别的这个产品 那我们是在二月份收到的 谢谢豪迈记这个样品 给我们来为同好们做评饮 那首先第一个 我看他们的新闻稿 我觉得蛮惊讶的 就是说 这个 印度的威士忌 从2023年开始产量增加三倍 所以很多全世界的同好们 是很喜欢印度威士忌 这个需求是 越来越强 那在2021年跟2022年 年销量暴增114% 这里面当然我们都知道 Armroot 算是 那个印度威士忌的这个老品牌 然后也一段时间 那1948年就这个成立了 那也算是很多人认识 透过它来认识 印度的这个威士忌 那第一个我们来喝的这一个呢 是这个 美国白橡木心筒 所以它是用美国的橡木筒 然后不是装过波本 就是心筒 然后它是做60度的这个酒精度 我觉得很有趣 这真的 因为印度的威士忌 就是都是 蛮多都是用 我相信Armroot 应该也是 就是用印度的这个麦芽 所以你真的可以喝到产地的 这种Torah 当地的这个味道 因为它闻起来这个麦芽的味道 就多了一种 就是 我在喝 我觉得有多了一种 就是印度香料的味道 酸酸的这个感觉 这个也有 那不过它还蛮顺的 这个橡木筒的味道 橡木筒的味道 也蛮优雅的 蛮好闻的 整个闻起来甜甜 蜂蜜的味道 一些花香 我来喝喝看 很有趣 一开始喝下去 就是咸咸的味道 然后咸咸的味道 最后开始变甜 那变甜的同时 这时候草本的味道 就跑出来了 一些香料的味道 这时候 我一遍呢 有一种那一种 就是 农场的味道 在放 这仓库在放农 农作 那麦芽的那一种 的那个 的那个感觉 第一个这个台湾独卖 120瓶 那它是 美国白橡木心筒 那编号是5688 酒精度60度 蛮高的 那接下来呢 这个是很多人都很喜欢马上去卖 就销售一空的这个 日光雪莉桶 那这个是2024的这个新批刺 闻起来有一种蜂蜜 跟热带水果的味道很甜 整个很舒服 有葡萄干的味道 然后这个酒呢 2021年呢 连续两年 这个是应该是为什么 得到威斯基圣经96.5的这个超高分 然后呢 他在2016年也有得 比利时的这个 布鲁塞尔的这个国际品质 Brussels的这个金牌奖 那它是57.1度 那有波本筒跟雪莉桶 它台湾限量 那个180瓶 它闻起来就是有这一种蜂蜜 就它蜂蜜的感觉 超过热带水果香味 然后有那种蜂蜜茶蜜茶的味道 后面有一些这一种 我刚才讲 印度的那个特别的麦芽的味道 然后后面有一点点这一种 就是茶的这个茶香的味道 没有想象的那么浓郁 不过就是很舒服 感觉真的有闻到阳光的感觉 所以它会被取名字叫做这个日光雪莉 我觉得不是没有原因 真的有闻到日光的太阳的这个感觉 它喝下去没有想象的那么甜 一开始的时候酸酸的 下去之后其实蛮顺口的 那其实它的酒底整个感觉还蛮轻飘的 才是有这个阳光的这个主题继续延伸 那57.1度没有很感觉到 喝起来感觉像是46 七八度那个地方的感觉 很舒服 微韵有一个甜甜的 然后呢 有一点看是烤焦的那一种 巧克力的 巧克力烤焦的这种 木头的这种感觉 然后一些巧克力的味道 葡萄干 蛮舒服的 所以谢谢那个豪迈提供这两只 很有趣的这个Armroot 的这个雅木特的这个 新的这个推出的这个 限量的酒款跟我们来做瓶饮 希望你喜欢这一期的这个 好微信文麻烦帮我们订阅 然后呢按赞 然后呢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拜